DJI Air 2S 单电与双电飞行耐力对比测试 这次单双电池飞行测试采用智能跟随的跟踪模式进行 在电量触发自动返航时分别计下飞行时间 在低电量警告原地降落时 也分别计下飞行时间两组时间进行对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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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严重低电量警报 剩11%电量,有低电量警告,原地降落,已飞行了23分钟 剩24%电量,触发自动返航,已飞行了19分钟 剩11%电量,有低电量警告,原地降落时,共飞行了23分钟 剩11%电量,有低电量警告,原地降落时,共飞行了23分钟 剩11分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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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剩2分钟 剩11分钟 剩11分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严重低电量警报 剩10%电量 有低电量警告 原地降落已飞行了38分钟 DJI Air 2S单电与双电飞行耐力对比测试结果 原厂单电池 剩24%电量 触发自动返航 可飞行19分钟 剩11%电量 有低电量警告 原地降落时 共飞行23分钟 逃买双电池 剩27%电量 触发自动返航 可飞行31分钟 剩10%电量 有低电量警告 原地降落时 共飞行38分钟 双电池对比单电池 在触发自动返航时 31-19等于非多12分钟时间 在低电量原地降落时 38-23等于非多15分钟时间 为安全计 在触发自动返航时 就要立即回航 适时证明双电池 能飞多12分钟 是值得 电池规格 价钱请看另一集 耗尽电量的测试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